因為男子拿著像是手機的東西 站在對臂機前 接著只見他的手往洞口過去 再拿東西 而另一天他又來了 一樣拿出手機 接著對臂機就像吐臂機一樣 臨錢通通掉了下來 接著他把錢放進自己前方的口袋 拼命拿 拼命拿 讓事後來查看的娃娃機業者很傻眼 瞬間他連碰都沒碰到就開始吐起來 一台類似PDA的東西 手機還更大一點 前一天剛補應該損失怪八千吧 紅蛙機業者看監視器真的嚇一跳 因為這名男子完全沒有碰到機器 但對臂機就自己吐了硬幣出來 而業者一PO上網路 就已經有不少同行也受害 好像是台南那邊下來了 然後在高雄犯案被大寮區的抓到 連包包外套鞋子都一樣 他們有測試過 真的好像沒有辦法防 目前已鎖定嫌疑人特徵及交通工具 將盡速通知其刀案說明 目前警方已表示掌握對象 但對於業者也表示 他有請對BG廠商來處理 但似乎對干擾器真的沒法可管 只能自己多看監視器來監督 也把裡頭的零錢放少一點 嚴防再有更多損失 3D新聞 注意一點點 下影片都采訪不到 下影片都采訪不到 3D新聞 就像影片 采訪不到